周千曾经是我的基建教练 我们一直保持联络 像朋友一样无话无谈 这是从庄职严的钱包里调出来的 沈志迭 这是一张购药收据啊 那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庄职严的钱包里 怎么会调出一个叫 沈志迭的购药收据呢 我特别奇怪 说不定是他的同事或者朋友呢 他根本就没有朋友 也从来不跟同事来往的 那也说不定 万代 这对解决你和庄职博之间的问题 有帮助吗 嫂子来了 你跟他说 每天晚上给我哥放洗刀水 水温不能太高 因为我哥皮肤敏感 会起疹子的 金油会预言都在这 用完了记得跟我说 我再去买 我吃了 叶万一 身肠呀 还是你来煮吧 每次不要用小火熬 要熬一个多小时以上 才能熬出人生的精华 记住了啊 记住了 很好的 庄小姐 你真是要走吗 对 喂 太太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庄小姐决定搬出去了 我知道了 这么突然就决定了 怎么了 庄小姐决定搬出去住了 那这不就解决了吗 别胡思乱想了 我先下去了 defenses icle façon 工夫 股闻 切朽小姐 מצ 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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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着 宝贝 吃着再走吧 今儿早上有一个晨会 那你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吗 再打一会儿 你抽空别忘了带波波咪咪去宠物医院打个针 知道了 走了 宝贝 拜拜 拜拜 他出门了 你跟着他 优优独播剧场 你怎么才来啊 我这不是来了吗 宝贝 快点 跟着 走 妈 你看什么呢 那男的又来了 是吗 我看看 你 你看呀 刚进去 离了婚的女人行情还这么好吗 她这爱情订单一张张接不完呢 真没想到 咱隔壁这女的还挺有本事的 前几天还是大奔呢 今天又换了 妈 你就别多事了 怎么 你羡慕了 我羡慕 就她那样的都能找大奔 我这貌美如花的女儿 只能做宝洁 是宝师节 管那什么节呢 反正比大奔强 大奔现在算什么呀 满大阶都是 好吧 那你慢慢等着你的宝节 我和媳妇下去了 对了 那个电视选秀节目 没什么事 千万不要去测什么任劳 我 细沙沙 细沙沙 王南姐 你干什么呢 你录完了 啊 录完了 走 陪我去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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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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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钟 你看哪个明星 在大街上走十分钟 我不是明星 你认识了我不穿 以后你就是大明星了 第二节上车吧 那怎么好意思呢 来 坐好 莫方 你可以把地坡灌上吗 你可以把地坡灌上吗 干什么 把地坡灌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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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一点 是不行 太怕了 太怕就尖叫了 我飞起来 让女人家家了 啊 哈哈 哈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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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小姐 请 哎呦我 好 老伯好 好 老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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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老板 hypertension 招� correr 臭 说您上午会来这儿 所以我就冒昧在这儿等您 这也太势力了 怎么让庄安姐坐在这儿呢 庄安姐 真是不好意思 有事 以后您给我打电话 我没什么大事 非常感谢您抽空来参加 我哥哥的生日晚会 花来我们收下了 但这个金气铃实在太贵重 还是希望您收回去 平静的 庄安姐 这个您还是 庄安姐 你这不是骂我吗 你出去打电影一下 我胡川送出的理由 什么时候收回来的东西 您要是不肯收回 那我也不勉强 这就对了嘛 您也给我一下表示了机会吧 那我就以您的名义 把它军给希望工程 您看如何 这个 送你了 带这位小姐去包房去 小姐 这边请 我帮你捐出去了 那我就告辞了 谢谢 胡老板 这位小姐去包房去 小姐 这边请 我帮你捐出去了 那我就告辞了 谢谢 胡老板 这个金麒麟我不能收 太贵重了 叶小姐 我说送你了 我胡川送出的礼物 从来就没有收回的道理 可是我无功不收录啊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你不是想找我谈事吗 对了 对了 这本是我们公司的企划书 我们影视天地节目 想做一个帝王餐系列 您请过目 我的来 好 你 grassroots 好 我也想想我 你有帮我 你准备我 你肯定帮我 你肯定帮你 你肯定帮我 你肯定帮我 你肯定帮你去 你肯定帮我 这位小姐 早什么,这时候纽约的时间还是晚上的,那你要不要睡觉? 别提议啊,我胡川这个人就喜欢直来直去,你呢,慢慢就熟悉了。 你们主持人每天这儿吃那儿吃的,这身材还保持这么好。 你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啊,这个,胡老板,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好,来,咱们干一杯。 哦,谢谢。 叶小姐,你怎么不吃啊? 胡老板,请一方尊重点。 我胡川这个人,就喜欢直来直去,叶小姐,我真喜欢你。 您玩笑开得太大了吧,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我不是第一次见你,你每集的节目我都有看啊,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叶小姐,当我女朋友吧。 您怎么不问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啊? 我调查过,你没有。 不过,有三个男的追过你,两个呢,是你们公司的,一个是外边的,但你都没看上。 今年情人节,你总共说了两句话,这行情不怎么样啊。 不过,你要是跟了我胡川,你放心,每年情人节,你都是冠军。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还知道什么? 你是一九八二年出生,世子博,爱情学,旅游专科学要为业。 曾经参加了银河公司举办的主持人大赛,获得是优胜人,才被银河公司签下,成了一名主持人。 合同呢,是一年一签,你要是表现不佳,随时都会被公司踢出的。 你和你母亲住在信花间,你母亲是做炸烧班的,父亲不想。 你和你母亲,我胡川这个人从来不打吴敦伟之仗。 怎么样,当我女朋友吗? 应该是女朋友之一吧。 胡老板,我提醒你一句,你是个有老婆的人。 好一张刀子嘴啊,我喜欢。 就像我喜欢只川菜一样,要麻药啊,那才够。 既然大姐也是个名媒人,那我胡川就打开窗户说两话。 刚才那辆跑车你看到了吗? 这是钥匙。 它现在归你了。 一辆跑车,一个金麒麟。 胡老板,你还真是大方啊? 你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我胡川喜欢的女人,我什么都会给。 你还需要什么,随便说。 你想听吗? 当然想知道。 好。 那我的条件就是 再也不想见到你。 这小妞儿,我什么要定。 你好,请问你们节目部在哪儿?我找张婉丹。 我找张婉丹。 你。 你好。 你是来找文丹姐的吧? 对。 我是她的同事。 您这边请吧,请进。 这边是我们的会客间。 对了,婉丹姐,她现在不在公司,可能出外景去了。 不过你不用担心,她马上就会回来的。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她。 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呢。 我姓叶,叫叶丛碧,百病丛盛的丛,碧露黄泉的碧。 你一直这么介绍自己的名字吗? 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什么不对。 叫美的十有八九都丑,叫富贵的十有八九都穷,叫聪明的十有八九都笨,叫渊博的十有八九都肤浅。 所以你的百病丛生毕露黄泉就是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嘛。 我叫庄世博,博学的博。 你是立万。 请坐。 我去帮你倒杯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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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哥,请喝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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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丹姐,你老公来公司找你了。 赶紧回来。 我知道了。 是不是我打电话给你了? 他在公司等我呢? 那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去啊。 你们俩好好谈一谈。 把你的真实想法说出来。 别吵架啊。 那我走了。 时诶。 那就导致哎。 这回天阿姨是在全局面前面。 我现在也听到什么标志还帆。 我说你们俩多了。 那天阿姨那里、是为什么。 再看不流我们。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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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再吃一个 姑姑 你怎么不吃了 我吃饱了 你吃 上次爸爸过生日 我连蛋糕都没吃到 还为这事不高兴啊 那今天姑姑给你补偿一下好吗 服务员 我们的蛋糕 谢谢 谢谢 放这儿 祝你生日快乐 怎么样 给爸爸补过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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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着他 祝爸爸生日快乐 姑姑 你怎么看上去不开心啊 是不是和妈妈吵架了 胡说八道 我跟你妈妈挺好的 我哪儿不开心啊 那你为什么搬出去 因为我搬到学校 上班就禁了 我下个星星带你去 我们学校玩好不好 好啊 谢谢 姑姑 我怎么没看见过你过生日啊 爸爸妈妈和我 都过生日 你为什么不过呀 你总是和别人不一样 那下回姑姑决定过生日了 一定第一个通知你 行不行 你给我唱生日歌啊 好 快吃快吃 凉掉了 来啦 来啦 嫂子 我可以进去吗 快进来 坐啊 嫂子 也不知道你这缺什么 就买了一个咖啡机 我有咖啡机 你忘了 上次我生日 你送我的礼物 就用这个吧 这个功能多 夏天还可以做奶昔呢 好吧 谢谢嫂子 对不起啊 直言 对不起什么 你知道的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 树花冲 有些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没事儿 我们是一家人吗 让你住宿舍 太委屈你了 没关系的 嫂子 宿舍挺好的 在这儿还挺自由的 我还能帮你干点什么呀 答应我一件事吧 你说 搬回家去 嫂子 嫂子 家里不能没有一个女主人 我 还犹豫什么呀 我还没做好准备 可以 走 干嘛接啊 我陪你回去 走 你 你 你在画什么 这房子 没有门也没有窗户 你想表达什么 记忆 记忆 有些记忆 必须强迫自己去面对它 才可能忘掉它 可是有些记忆 永远都无法忘记 会跟你一辈子 太太回来啦 太太回来啦 好 别吵了 好好过日子啊 是啊是啊 好 好 太太太 那不是 那不 会来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都愿意一个人扛着 我们在她大学附近 帮她买一套房子吧 这言药的不是物质 我不要是一个人托迭幕 我不要是一个人托迭 Particularly 我会去找她的一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会不是她们托迭迭往她的分子 我不忍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直都没有没有分开过 他搬出去我心里空荡荡的 有一些不习惯 你们还是可以经常见面的呀 那不一样 我觉得只有住在一个屋檐下 才叫一家人 我真的担心他 万丹 这楼上楼下这么多 这么多房子 让志颜搬回来住吧 不会有太大影响吧 其乐融融的不是很好吗 师伯你要相信我 我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这个家好 也是为了志颜好 他已经是成年人了 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麻烦你了 我送你回家了 我回去睡觉了 我突然意识到 志颜离不离开并不重要 在这个家里 他就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 师伯毫无掩饰对他精神上的依赖 在他看来 就像人对空气的依赖一样 稀松品尝 这正是我的挫败所在 来 喝杯热茶 谢谢 你一向开车很稳的 今天怎么了 不知道 开着开着就装到树上去了 以后小心点 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要不要给庄哥打个电话 不要不要 他这会儿都睡了 别打扰他 不早了 你也回去吧 我没事了 放心吧 那好吧 你也早点休息 有事打电话 你 陈近 进 东哥 早 转哥 这个你要拍一下 明天出差的事安排了 都安排好了 要不要开车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转哥 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什么事 之言出车了 没事 是这么回事 昨天晚上的十二点多 直言给我打电话 说他的车撞坏了 我就立马赶过去了 人没事 车拿去修理了 你放心吧 壮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那我先出去了 好 王丹姐 王丹姐 原谅你在这儿啊 这是什么呀 这是目前市场上 最高级的化妆品 我花了半个月的薪水买的 送给你 干嘛要送给我呀 现在是你和庄先生 增进感情的最佳时间段 有哪个男人喜欢一个黄脸婆 所以 你得好好地装扮你自己 不能再这样不修蝙蝠了 你拿回去吧 我不需要 你不需要 不代表你老公不需要吗 有哪个男人希望自己的老婆 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就你最懂得男人的心 好 那我就收下了 你下个月要是没饭吃 你就来找我啊 好 好 好消息 好消息 崇碧 你在正好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总监总监 不会是我要掉组了吧 你干的不是好好的吗 想掉哪儿去啊 都是写真啊 你看我每天都在锅碗瓢盆 油眼酱醋里打滚 被熏得活着一点气质都没有 总监 好了好了好了 我告诉你 我们隐世天地要改版了 崇碧 这回你机会来了 看得太好啊 是不是 让我走淑女路线 就你这德行 还走什么淑女美女路线呢 叶崇碧 我告诉你 就你这种工作态度 要不是一凯集团点名赞助的破节目 我早就请你回家喝西北风去了 什么 一凯集团 是不是那个做房地产的一凯集团呢 对 他们怎么想起来赞助一个做菜的节目 这你就咕噜寡闻了 人家一凯集团不但搞房地产 还搞餐野业 新川川九楼就是他们的 那他们赞助的尺寸是多少 说出来吓你们一跳 全包 老板是谁啊 老板叫胡川 喂 叶小姐 我说过 只要你跟着我 我会把你打造成主持界最耀眼的红星 谢谢你啊 本小姐不稀罕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呸 总监 你们换人吧 人家可就只有一个条件 必须用你夜宠闭 那我不干 这是你们的问题 你 你 这是怎么回事呢 吃出药了 我去帮你问问 你 你可这 这是咋回事呢 原来是这样啊 我还以为天上掉馅饼了呢 混蛋姐 求求您了 你去跟总监说说嘛 帮我调阻吧 我实在不想跟胡川这种人搅在一起 好吧 我去跟总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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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了 我去跟总监说 你去跟总监说